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品牌不是用钱买得到 我做衣服做生意有颜色在 我是当艺术品在做 我不是当商品买卖 我叫喜金帝 今年是六十八岁 我是汤姆西弗的第三代 我们家做服装大概一百一十年左右 清末民族我们第一代 我爷爷他们那代 是做这个长袍马褂的 后来在夏威夷那边 看都是外国人嘛 都在穿洋服 我们用旗袍方面 尼森的吉袍 腰线比较合身 我们做西服 也模仿了这种做法 让腰线更合身 更适合中国人的生产 1916汤姆西服公司正式成立 在上海台的时候 蒋介石先生 宋子文先生 孔祥吉先生 杜月城先生 都是我们的客服 在博外路开的时候 我们做的属于欧美又改能够的上海师服 所以大家都来这边做 我们这里有很多名人 这是我们蒋伟圆章的衣服 你看看以前的领子流行那么小 两个扣 以前领子流行小流行大 又领子小 一些中的这样子 我是1952出生在台北 那时候我父亲那么几个股东 都在经营汤姆西服 七八十六就在这里 就白天读书 晚上就到店里来看 真正正是写的 十几岁开始写起了 我小时候到店里来就看书在做 他就跟你讲 什么逢工几针 要烫 要把 要推 我说奇怪 一套西装要那么麻烦 人家红五针 我要红四五针 所以我们的时间做得特别长 所以人家一天交易 我们都是90个小时坐一套西装 家里没有人有信息 只有我有信息 那我从小爱漂亮 1983年正式的掌钱 管这个汤姆西服 继续地静一下起 来 要不要给你太太看一下 写到现在 今天68岁了 还是牧力在写 很多朋友说 你出事呢 我说不可能出事 我不是做一个客人 随时随地都有新的客人 每个客人身材不一样 就是你写的地方 永远写不完 那料子也在进步 你的工艺也在进步 你的工艺也在进步 样子也在进步 以前料子的仿制的技术 没那么好 有羊毛 没有设备 所以以前料子都很粗糙 以前五十只六十只 现在吃到一百五十只鲨 衬衫吃到三百只鲨都有 时代在变化 料子也在进步 以前流行的领子宽 到肩膀这个地方 领子流行小 领子流行高低 扣子流行的高低 腰线流行的高低都不一样 但我设计 有更的流行在组 但是还照着 个人的身材去设计 还是最重要 灯光一打 颜色就不一样 就比较更紧 更年轻 襯衫 水蓝白的都可以 粉红里感穿得不错 那我们客人进来的时候 果冬好 辐射 敞额 年纪 再跟切剎料子 那两尺寸也重要的 比如我们的高低肩 丸尿头背 尾肚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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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锁在博外路锁了几年了 在博外路101号 后来搬到100号 这里是94号 我搬过两次家 我一直没有搬开博外路 因为我给客户方便 我很固执 就把它做好就对 我的执着坚持 百年品牌 我的工比以前好 我们做工很杂实 人家红五针 我红二十针 做法就觉得不一样了 那因为洗洗烫 那跟新人一样 我有一次到北京 到上海去看 北京跟上海 他们的进步很大 我真想回去 要回霞肺路去 我对大陆还是有感情的 他们就是从上海过来的 那我的想法 我就很希望 有机会回大陆上海 霞肺路再重新来一次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种 传承就对了 那种传承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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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次就会认识